《财经日报》我是陈淑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扬言 正在和欧盟商讨 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止进口 触发国际油价 今天亚洲早段大幅飙涨超过一成 伦敦布兰特汽油市 一度逼近每桶140美元的 接近14年高位 贵金属价格也明显急升 现货金价也一度突破 每盎司2000美元 工业用的贵金属 包括把金 白银和镍全线飙涨 亚太区股市也全线跳水 日本 台湾和香港的股市跌幅 都在3%左右 恒生指数今天早段 更一度触及68个月的低位 失守21000点大关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 对全球金融市场构成的风险 是否还会进一步恶化 相关话题稍后会请出嘉宾 交引国际首席策略师洪浩先生 做出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 而内地的A股今天是 也未能走出独立行情 互生三大指数是 全线跟随外围急措 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4% 创出近一年的低位 先来看报道 美国和欧盟计划禁止进口 俄罗斯石油 市场担心加大制裁 会打击全球经济 亚太区股市全线跳水 其中日本股市调控 低开351点之后 跌势加剧 盘中一度暴跌近1000点 不过低位有买盘吸纳 全重股软银急措超过5% 但矿业石油煤炭类股逆势上扬 台湾股市同样低开低走 电子 金融和传统产业股 全线受压 全重股台积电重挫3% 联发科失守1000元台币关口 只有钢铁股逆势走高 台湾家旋指数中场跌557点 不仅失守年限 也创下4个月新低 收盘跌3.15% 日本股市则收跌近3% 韩国股市跌近2.3% 内地护生股市也在外围的影响下 全线急措 深圳市场抛压较为沉重 创业板指失守2700点大关 暴跌超过4.6% 深层指一开盘就跌穿13000点关口 收盘跌幅接近3.5% 从盘面上看 旅游 酿酒 半导体 以及银行 保险等大金融板块 跌幅居前 黄金和三胎概念股逆势走高 户指收报3372点 跌幅2.17% 深层指收报12573点 跌幅3.43% 创业板指数跌幅居前 急跌4.3% 科创50指数跌2.75% 粮食成交连续第三个交易日 破万亿元人民币 北向资金竟卖出82亿元 丰宏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今天重挫 早盘曾经急跌过千点 创出超过5年半新低 恒生指数裂口低开596点 之后快速下滑 最多急跌了1078点 失守21000点大关 创出2016年7月8号以来的盘中新低记录 虽然之后重上关口上方 但维持显著跌幅 中场维持超过800点的跌幅 接近4% 创出2016年7月11号以来的收盘新低 乌克兰危机恶化 西方制裁不断加强 推动石油价格急升 加上疫情恶化 引发恐慌情绪 冲击大盘下挫 其中科技和金融股跌势急剧 分类指数下挫超过4% 科技指数刷新历史新低 但石油股和个别地产股逆势上升 西方多个国家正在讨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包括实施石油禁运 市场担心可能会影响石油供应 国际油价是一度急升到了 每桶近140美元的 接近14年高位 伦敦布兰特汽油在亚洲时段一开盘 就占上每桶130美元 随后涨幅扩大 突破了每桶139美元的水平 但之后回落到了130美元以下 美国汽油也一度突破130美元 市场正在密切关注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谈判 但由于协议尚未敲定 伊朗今年第三季度 是否能恢复原油供应还是未知数 再加上非洲最大的原油储备国利比亚 受到地缘政治影响 石油产量下降 石油市场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收紧 市场预计 如果俄罗斯石油的供应再受到干扰 布兰特原油今年年底 可能会升到每桶185美元 甚至是200美元的水平 美欧和日本传出正在商讨 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纽约和伦敦布兰特汽油双双飙涨 大约一成 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冲击 亚太区股市首当其冲 相关话题马上请出 今天的节目嘉宾洪浩 洪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看布兰特汽油 今天早段是一度升到了 每桶139美元的近14年来的高位 主要是受到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的一个表态 正在与欧盟研究 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我们知道欧洲非常依赖 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 切断能源进口这么极端的手法 一旦实施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 会不会超出市场预期 后果会不会就是 全球经济一起受中伤呢 现在油价是一个 最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这个 俄罗斯的石油受到了制裁 那么欧洲那边呢 基本上呢 是依靠俄罗斯的能源的出口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呢 去维持它的这个经济的运行的 所以如果你把俄罗斯的油卡掉的话 大概是每天1200万桶左右 1100万都1200万桶左右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会留下个巨大的空缺 那么即便是伊朗 现在有传言人说 这个伊朗的这个核条约呢 它可以重新的谈判 那么伊朗呢 可以新增大概三四百万桶 那所以呢其实是不够的 虽然可以缓解一下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 一直以来 从这个去年以来到现在 我们一直认为呢 这个能源是没有涨完的 它不仅仅是因为 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吧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我们之前呢 向这个绿色能源过渡的话 用力过猛 那么这样呢 忽略了在这个过渡期呢 反而我们对于传统能源的 它的依赖性更强 那所以呢 过去这么多年的 持续的 在这个石油的行业里头 它的这个CAPEX 就是资本的支出和再投资 它在不断的减少情况下 再叠加地缘政治 再叠加各种各样的因素 所以呢 油价很可能是会超预期的 那么已经 其实油价现在上涨的速度和势能 它已经跟这个173年 这个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呢 基本上是一致了 就是我们已经 近50年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 是 我们再看 受到俄乌局势持续恶化的影响 亚太区股市今天一片惨跌 香港股市呢 一开盘就急速跳水 横止最多下跌的1078点 下探到了20800点的水平 触及了68个月来的低位 随后跌幅是有所收窄 收盘时跌幅仍接近4% 横止可以说是 鲜守21000点的大关 那么港股今天是否跌过了头 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 是否依然存在 港股显然跌破了一个 这个我们之前预计的 22000点的这个底部的区域 现在呢是21000点左右 那么现在整个市场呢 它的定价呢 是跟基本上 其实跟这个基本面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了 主要是这个情绪的主导 那么香港市场 作为一个小型的 开放型的市场 那么它受到外界的冲击 是尤其的严重的 所以其实香港市场 来回的颠簸 那么今天跌1000点 明天涨1000点 其实大家不要太惊讶 就是出现这种盘面 但是的确呢 这个现在地缘政治 如此的复杂 那么普通未低 那么同时还有这个 这个其他的核战的威胁 所以呢我觉得 暂时来说 香港虽然很便宜 但是呢我觉得 可以如果想抄底的朋友 其实也不用太着急的 是 正好您提到抄底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看 因为今天蓝筹股份当中呢 有十几支的个股 是触及52周的地位 特别是科王股的卖压 比较格外明显 不过能源类股和矿业股 则是逆势上升 面对当前的试况 您是不是真的也会建议 投资者进场抄底呢 我不认为现在风险和 风险和这个回报呢 它是匹配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 所以如果你仔细地看一下 整个市场的情况 那么如果这种暴跌 这么来势这么凶的话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potential 就是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 就是说有很多仓位呢 它会爆破掉 会被call margin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为什么石油 这一波的上涨 这么惊人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120左右 110到120之间呢 它聚集了很多的空头 所以呢一下冲上去的话 空头必须平常 所以今天到了140楼下 所以现在所有的资产类别 都会出现这种 跟基本面完全无关 但是呢跟这个技术情绪 市场的交易面呢 有关的这个定价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朋友 他有的时候 的确很便宜啊 股指也很吸引 也很久没有见到这个点位了 上次见到这个点位呢 是2020年的3月份 正是这个新冠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很多朋友喜欢逆着做 其实我不建议这么做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是很难的 如果你要逆着做的话 你的这个implicit assumption 就是说你的这个 underline assumption呢 就是说你比市场知道的多 那我相信 现在这个市场 很难有人有这样的信心啊 就是说它比市场知道的多 所以呢与其你逆着这个市场去做 而不如反而呢 我们去做一些容易做的品种 比如说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 能源大众商品黄金 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容易顺势而为的品种 那么它们的涨时呢还没有涨完 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 就是说今天虽然市场在暴跌 但是能源股呢是有上涨的 是 我们先谢谢洪先生 因为稍后呢还要继续和您请教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今年的金融工作 传递稳健 普惠和防风险的重要信号 当中各是首次提及设立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并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举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周六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今年的金融工作 传递了稳健 普惠和防风险的讯号 并用了三段总括号式论述 阐述了政策基调 任务安排 和风险化解 并对相关的工作 提出了细化要求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 报告提到不能放松 防止风险外溢 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工作 当中首次提到 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用市场化 法治化方式 化解风险隐患 同时推动金融机构 降低实际贷款利率 减少收费 用好普惠小微贷支持工具 引导金融机构准确把握信贷政策 避免出现行业性现贷 抽贷和断贷 此外 报告又表明 要完善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机制 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 促进资本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的工作报告 强调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 实施力度 扩大新增贷款规模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 同时针对性支持扩大消费和投资 并特别注重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企业的扶持 以及加大在乡村振兴和新市民需求的服务支持 报告更重申 坚持不搞大水慢盖 因虚实测 在房地产方面 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 要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 因成失策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随着两会的召开 中国今年的经济民生发展目标也全部敲定 继续再来请教洪先生 洪先生你好 你好 是我们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工作报告中重申了 今年的经济工作要稳自当头的基调 还特别对今年的金融工作 传递了稳健 普惠和防风险的讯号 并且首次提出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您预期这个基金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像A股今天还受到了外围市场影响全面急措 是否也是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发挥效用的场景之一 不要看着股市的价格波动来制定政策 我觉得这样会被市场的情绪波动牵着鼻子走的 政策是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触发 所以这个金融稳定基金 我没有看这个细则 因为我觉得整体的工作 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以稳为主 那么其实我们也陆续看到了 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出台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工作的重点 那么就是说基建的项目快点 就是尽快的上马 然后地方政府在的发行持续 以及大学生毕业之后 就业的情况 我们进行一些梳理和帮助等等 那么这些很可能都是工作的重点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金融稳定基金 其实2015年的时候也有 我们也见到过 的确也起到了 这个稳定市场的作用 但是我相信市场每天都在波动 那么制定政策的时候 不宜把重点放在这个市场 每天的波动之中 好 我们今天也谢谢洪浩先生 所带来的分析和观察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 内地今年前两个月的外贸数据 欢迎回到凤凰财经日报 受到乌克兰危机扩大的影响 美股道琼期货 在周一亚洲时段下跌了大约1% 而上周美国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虽然理想 不过受到乌克兰战局影响 三大指数依然全线向下 道琼斯工业指数全周下跌1.3% 是连续第四个星期路的下跌 表现是三个月以来最差 标普500指数也下跌接近1.3%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则下跌接近2.8% 本周公布的主要经济数据不多 投资者比较关注的 包括周二公布的一月贸易账 周四发布的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以及周五出炉的三月 密歇根大学消费信心指数出值 西方国家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新西兰政府周一宣布 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韩国也禁止与俄罗斯央行 进行金融交易 对于美欧讨论 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 日本据报也加入了磋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表示 美国与欧洲的盟友正在探讨 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之后 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 日本政府正在与美欧盟国 磋商禁运问题 俄罗斯是日本第五大原油供应国 对于禁运 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 在国会表示 制裁不会直接影响 日本确保液化天然气 供应稳定的能力 但将间接影响能源相关项目 其他国家也陆续加大 对俄罗斯的制裁 新西兰政府周一宣布 对俄寡头等上百人 实施旅游禁令 并会尽快提出 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法案 一旦获得通过 将成为全球首个 对俄罗斯实施国家层面制裁的国家 以防止俄罗斯资金和资产 逃到新西兰 以及禁止俄船舶与飞机入境 韩国外交部也宣布 禁止与俄罗斯央行进行金融交易 并冻结俄央行持有的韩元资产 主要国际评级机构 相继将俄罗斯主权评级 即降至垃圾级别之后 穆迪在周日进一步下调 俄罗斯的评级 至评级表上的第二低级别CA 继续冲击俄罗斯金融市场 虽然股市继续停市 但卢布在离岸市场 进一步下滑 刷新历史新低 俄罗斯财政部周日反击 表示对非居民的主权债券偿付 将视乎制裁而定 暗示着有可能会违约 成为俄罗斯自1917年以来 最重大的债务违约 凤凰文士综合报道 继Visa和万事打卡之后 美国运通信用卡也宣布 将会暂停在俄罗斯 和白俄罗斯的所有业务 而为了应对海外信用卡 发卡机构的行动 俄罗斯央行周日宣布 暂停境内银行发行 相关信用卡在海外的使用 俄罗斯央行表示 境内银行发行的信用卡 3月9号之后 将不能在海外使用Visa 和万事打卡支付系统 提醒在海外的俄罗斯民众 在限期前提取现金 外资银行在俄罗斯的子公司 发行的信用卡 也会受到同样的限制 俄罗斯银行发行的Visa 和万事打信用卡 则可以继续在境内使用 俄罗斯央行称 一些当地的放款机构 将寻求使用中国的 银联支付系统 而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在内的金融机构 可能会开始发行 同时带有俄罗斯 国内支付系统 和银联支付系统标志的卡片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连维良 周一被问到俄乌冲突 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时表示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 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不会改变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发展 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 中国经济 任性强 潜力足 空间大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禁 但是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仍然具备好的基础和条件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中方将继续同包裹 俄乌在内的共建国家一道 奔着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我们期待有关各方 通过对话 和平解决问题 努力把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和影响降到最小 另外他指出 在实现今年5.5%左右增长目标的 实际工作中 将特别注重把握好三个方面 包括进一步出台 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 努力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 二是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 加快推进 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慎重出台 三是更加注重有效应对 各类风险挑战 内地今年首两个月的进出口 表现保持平稳增长 但以美元计算 出口增幅虽然好过市场预期 但却是14个月以来的最低 进口增幅也是一年以来最弱 内地今年首两个月外贸 保持稳增长态势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 以人民币计算 出口按年增长13.6% 进口则按年增长12.9% 贸易顺差7388亿元 至于以美元计算 出口按年增长16.3% 增幅比市场预期的15%要高 但增速却是2020年10月以来最低 进口则增长15.5% 是2020年12月以来最低 贸易顺差1159亿元 首两个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 进出口都有增长 欧盟再次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其次是美国和东盟 当中对美出口按年增长11.1% 进口则增长5.8% 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外贸增长显著 达到18.3% 积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都有所增长 铁矿砂进口量基本持平 价格下跌 原油 煤炭和天然气等进口 量减价洋 大豆成品油等进口 量价其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 直到了2025年 要形成较为完善的 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标准体系 完成100项以上标准的研制 支撑车联网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在官方网站发布 关于印发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通知指出 随着汽车电动化 网联化 车辆运行安全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风险叠加 需要加快建立健全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保障体系 通知要求到2023年底 初步构建起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 数据安全标准主要规范智能网联汽车 车联网平台 车载应用服务等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要求 包括出境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等五类标准 其中数据出境安全标准规范车联网行业 依法依规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要求 包括制定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点 评估方法等标准 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则规范车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及相关技术要求 明确用户敏感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 包括匿名化 异常行为识别等标准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表示 将会进一步健全完善车联网安全监管 研究制定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 并强化车联网安全监管和漏洞管理 风红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